当代的建筑师们不断挑战新材质 连植物也可以拿来盖房子 在纽约当代艺术博物馆旁边 有一栋很特殊的建筑物 建筑师舍弃了传统的水泥建材 用蘑菇、菌丝还有玉米杆 做的有机砖块 搭起了12公尺高的装置艺术 建筑师说这些砖块废弃之后 还可以变成堆肥 重新回到土地 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旁 总立着一座圆弧形的高塔 它是由许多砖块堆叠而成 更特别的是这些砖块 是用蘑菇中的菌丝 以及玉米杆组合而成 是百分之百天然有机的生物砖 这些砖块是一种新型的砖砖 它是成为生物的材料 更特别是砖砖的玉米杆 搭配了生物的材料 你搭配这两个材料 这座高塔的研发者是 今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青年建筑设计大赛冠军团队 The Living 他们利用一万个蘑菇砖 打造出12公尺高的装置艺术 可以抵抗每小时60英里的墙峰 这栋有机建筑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会随着时间逐渐腐败 每周我们都在一周取出枕枝 在某种方向上 把枝枝盖放在某种方向上 把枝枝放在某种方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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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团队的Living 利用蘑菇砖块盖房子的新尝试 也许为建筑找到了一种新的可能